中央需要思考的是 到底我們小學生要不要打 因為我們目前是打到12歲 國中以上打 不過我看 很多國家你知道 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 大部分的國家 目前5歲以上有打 就小學生 所以這個如果 雖然小學生感染 是不會很嚴重 不過問題是他感染會傳染別人 所以如果要達到 輕體免疫 可能要考慮一下 這個小學生要不要打 這恐怕中央現在去思考看 如果疫苗過的話 這要規劃打小學生 大概這個 這個要在現階段要去思考一下 我可以說 不停的 有一個 對 我可以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